Hello 大家好 这也是 AI 杭阿来 我是 AJ 这个频道会教导许多 AI 辅助设计以及行销的工作以及方法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今天要来教 Stable Diffusion 的进阶课程 影响一张图的主要关键因素有几点 一个就是你的文字 就是你描述的文字 第二是你使用的大型的model 那第三个就是 Lola 第五个就是 Embrandings 那第六个就是 VAE 那我今天就来教导大家 这些元素要怎么去下载安装以及使用 直接示意它们对于产生图的影响为何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 现在就来教大家如何去抓取这些关键的元素 然后要把它放在哪里 那要怎么去使用它 那首先我会教大家这个网站 它叫做CVTi 是我常常去抓取资源的网站 那我会把它的网址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里面 到这个网站因为它的资源非常的多 所以你可能一时不知道怎么去抓取它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先来这边有个filter 然后呢一般现在最主流的模型还是基于SD 1.5 所以我们就把SD 1.5点选 之后这边出现的素材都会基于这个模型而创造的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先选择一个checkpoint的 它就是大型模型 大型模型会决定你整个生成的图形的风格 我们点了checkpoint以后 然后来到这边你就会看到 它分了非常多的总变像衣服啊 background啊 或是style啊 或是character啊 概念啊 比如说你想要创造一个人物 那你就可以看这边它有各种不同风格的人物 比如说有照片风格的 那你如果对这个风格有兴趣 那你就可以点它 点它以后 你就可以看一下它这边都有些描述 这个模型适合的文字是哪些 然后可以用哪一些cfg啊 high scale啊 或是的数值各是什么 可以产生最好的效果 像它这个模型它有一个就是指定的 VAE 那所以我们待会也要一起下载这个指定的VAE 那我现在就教大家要怎么去下载这个模型 点击右上角这边有一个download 那你点了download以后 然后就另存新档 然后只要是checkpoint的 它都是把它装在Statial Diffusion Web UI UX 然后里面有一个models的资料夹 然后models里面有一个Statial Diffusion的资料夹 就把这个模型存在这里 像这边有说它推荐的去算图的VAE是什么 那我们就要点击它所推荐的VAE 来到这边就点这个档案的版本 点击这个档案下载 那VAE要放在哪里呢 VAE就是放在你的安装资料夹里面 models里面有一个资料夹叫VAE 那就把这个VAE放在这里面 好那我们再抓几个就是比较不一样的checkpoint 待会我们来比较一下 插画风格的好了 插画风格的话这个REV的插画风格的model 还蛮不错的 好同样的我们把它下载到我们的 Statial Diffusion和UX 然后models 然后Statial Diffusion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面 那一样你也可以去看一下说它的介绍 它这边也有推荐它推荐的VAE 那我们也下载它推荐的VAE 那我们先下载一个就好了 好那我们下载这个档案 然后把它放在models的VAE里面 好那我们再下载另外一个 漫画风格的好了 那好我们选这个 那一样下载 运存新档 然后models Statial Diffusion 好那我们下载了三个大型的checkpoint 那我们接下来来下载LOLA LOLA就是小型的模型 然后基于大型的模型 做资料上的更改 然后去产生你想要的人物或是风格 你就可以来Filt这边 选择这边有一个LOLA 那我来选一个 这边好了猫女 好那我们下载它 LOLA要放在哪里呢 LOLA你就放在models 里面有一个LOLA的资料夹 好那你就把它放在里面 我们再来下载一个Embedance 那Embedance它在这边显示的就是 Tatial Invasion 那我们点了这个 Tatial Invasion就是 现在有很多人用它当作是一种负面的 负面的model 等于说我就是训练了很多 错误的图形 然后把它放在negative phone里面 让它知道说 我不要出现这些错误的图形 效果蛮好的 那我们来抓一个这样训练出来的东西 这边有一个tools 然后里面有一个ele negative 装这个 等于说它就可以取代写的很多你不想要出现的文字 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这个效果如何 Tatial Invasion要放在哪里了 那就是点下载 然后令存清打 然后放到Stable Diffusion Webway UIUX的资料夹里面 有一个叫做Embedance的资料夹 然后把它放进去 那以上就是今天大概抓到几个 就是构成一个图最关键的几个因素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它的效果如何 那我们回到那个我们的Stable Diffusion的界面里面去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到Stable Diffusion的界面里面 然后我们刚才抓了几个大型的checkpoint 那我们这边就要先点这个按钮 Refresh一下 然后完了以后 它就会读到 我们装了这三个大型的model 我们现在就来用一个简单的文字 然后来测试相同的文字 在不同的checkpoint里面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那我选一个测试的文字好了 One girl 然后穿比基尼 然后半身 然后看着镜头 Negative Chrome我就不写了 改一下尺寸好了 改成7 6 8 这边有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叫做XYD Pratt 我们可以在这边选择checkpoint name 然后这边选一下读取 那它就会把你现在拥有的所有的model都读进来 我们就用现在这样的设定 然后生成图 看看它会有怎样的结果 那这个时间会比较久 因为它等于说是用一个model 先算完一张图 然后再去读另外一个model 然后再算图 所以它花时间会比较久 它可以一次就是同时看到同一组文字 然后三个不同模型所产生的结果 好 现在读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差异 你看 就是同样的一组字 因为不同的checkpoint 它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像漫画风的checkpoint 就会让你出现一个漫画风的女孩 然后这个是写实风格的checkpoint 那这是插画风格的 所以大型的checkpoint可以影响你生成的图的风格 影响得非常的巨大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还有下载什么 我们下载了tcho inversion tcho inversion要怎么运用呢 要用它的话就是点这边有个rayer 点了以后点这个tcho inversion 一样就是你要先refresh一下 然后它才知道你新抓的东西 那我们刚才抓了一个tcho inversion 就是ednegative 那我们要用它的话 就点这个negative point这边点一下 然后再选择这个imbanding 它的名字会出现在这里 那表示它就运用在这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它运用以后会有什么结果 维持同样的设定 我们的c把它锁定好了 就是你要维持上一次生成图的c 就是点这个按钮 那它就会把上次生成图的c锁定在这里 好 那我们来生成图 来试试看用了那一个imbanding以后 它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好算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就是整个细节又更丰富了 画质也就更好了 它那个就是它训练很多 你不想要出现的图像 不好的身材啊 不好的比例啊 然后不好的 不好的画质啊 不好的结构啊 你把那个装在那tabphone里面 它就会把那些不好的东西 去除到我们以后要生成的图片 那就会给你比较好的结果 刚才我们下载了什么 下载了Lora 那Lora要怎么用呢 Lora它有两种用法 一种就是一样点这个layer 然后选择Lora refresh一下 然后它就会出现这边 你在那个资料夹里面 所有有的Lora 这个是我们刚才下载 那Lora要怎么用呢 要把它用在 你要它出现的文字这里 就是你在那边点一下 然后点你要运用的Lora 那它就会出现一个 这样的文字符碼 那表示Lora应用在 这组字上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用了这个Lora以后 会对这个图产生怎样的结果 我们一样来算图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运用那个Lora以后呢 原本就是单纯 一个女孩的角色就改变了 变成了一个 有猫耳朵的漫画人物 因为它是一个插画漫画人物 所以它只能很轻易地运用在 漫画以及插画风格里面 所以这两个大型的model 都就改变了它的造型 那生死的照片 它虽然有变化 可是没办法具体地把 这个角色的特点呈现出来 它这个Lora它一定会说明说 它只适合漫画或是插画的 checkpoint里面 而不适合用在真实风格的 checkpoint里面 Lora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使用的方法 上次有教大家装一个外挂 它叫做additional networks 在这里嘛 然后它最快的方法就是 一样就是在这边refresh以后 这边就可以选择Lora 这边就会出现所拥有的Lora 那你就直接点这个 你刚才下载Lora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你不用再去 这边去选择 然后把它放上去 它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这边就不需要再有这组织 它会比原本的方法方便 所以我就会鼓励大家都去下载 这个外挂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 就是VAE对于画面的影响 因为我们刚才有一些model 它要指定必须配合的VAE 我们来试一下好了 那我们就是保留这个Lora 然后设定都一样 model改成有指定VAE的这个model 然后其他设定都一样 把这个改成VAE 好这边有一个VAE 然后一样读取 那这边就会出现目前你有的VAE 那这个是刚才那个插画风格的checkpoint指定的VAE 那这是照片风格指定的VAE 那我们来看这两个不同VAE生成的结果如何 好现在图算出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两个图的差异 放大来看 这个tone 就是它们的整个构图啊各种画面啊细节都是一样的 可是很明显的两张图的tone是不一样的 之所以那个插画的那个checkpoint会建议这个VAE 就是它所真正想要呈现的插画的风格 不是像照片这么锐利 然后这么饱满 这么高浓度的一种色透 而是这种比较像插画风格的这种调子 所以它就会推荐你使用这样的原因 好总结今天所上的课程就是影响产生图的几个关键因素 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文字 你的文字你要它生成什么 不要它生成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 再来就是大型的checkpoint 大型的model 这个model会决定了你这个图的风格 是漫画的风格 而是写实照片的风格 还是插画的风格 再来就是LOLA LOLA它是一个基于大型model去训练的小型model 那它会去创造出你所要指定的角色或是风格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teacher inversion 那它就是其实也是像LOLA的另外一种小型的model 那它目前比较应用的范围就是在风格建立 以及在negative form的那边的做一些不要出现内容的界定 那再来最后就是VAE 就是VAE会决定就是你这个生成图片的调子 所以呢如何去应用以及组合这些这几点重要元素 然后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AI绘图风格 那就是我们这些设计人非常重要的课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内容 那如果喜欢的话欢迎订阅加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